好吃嗎 我看到山口寺主持人 透過媒體記者們的這個記者 日本辭政縣立堅市市長 在農糧署邀請下前來台灣 品嘗新鮮鳳梨滋味 現場香氣四溢 遠道而來每位嘉賓都讚不絕口 盛讚台灣鳳梨好品質 也宣布將這鮮甜美味 帶到當地校園 成為營養午餐 餐盤上水果 農糧署自108年 與立堅市簽訂強化飲食及文化交流 發展合作備忘錄 啟動台日間食農教育及文化交流 並培養日本學童 認識台灣水果 慈成縣開始在每年採購台灣香蕉 作為學童營養午餐水果 獲得學生及家長肯定 三年後再增加金鑽鳳梨項目 也同樣深獲青睞 今後ですね 笠間市はもちろん県内には 茨城県内には44の自治体がありますので そこに働きかけながらですね ぜひ台湾のパイナップルをバナナ同様 県内の子どもたちに提供できるような そういう取り組みを我々としてもし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先ほど申し上げましたが 品質管理もしっかりしておりますので 各自治体のトップの方も受け入れてくれるものと思っています 台湾是水果王国 水果王国的話 我們可以生産的 還有可以出口的種類的水果 大概有三十幾類 三十幾類 這當中在我們北邊的國家 日本 他們是溫帶國家 所以幾乎我們的熱帶水果 在日本都很難看得到 因此在日本小朋友的心目當中 台灣是水果王国 而且台灣水果的品質是全世界最優質 就以今天的鳳梨來講 全世界沒有連心都可以吃的鳳梨 而且甜度這麼高 未來農糧署將持續輔導供貨單位 行銷日本 讓台灣鳳梨持續前進日本校園 提供更多日本學童享用 也進一步推廣到全日本 並拓展台灣水果的海外市場 另一位是梁海瑶台北採訪報導